第一時間觀視視解局勢 大家好,今天要說的是 中共當局最近以大規模實彈軍事演習及試射導彈 引發區域安全緊張局勢迅速升級 但專家認為正好讓美國盟友和夥伴 更加明確中共造成的高風險 從而促使其發出的批評聲音 還有專家評論,共軍導彈部隊戰術水平不足 另外,美國會情報領袖直接點出最大的危機 有專家更警告,美中可能終必一戰 佩洛西上週率領國會代表團旋風訪問台灣 不只受到全球觸目,還挑起中共的敏感神經 自4日起,在台灣附近展開大規模軍演 部分區域進入台灣領海 並且向台灣周邊海域發射11枚導彈 引發國際社會關注和區域緊張 1號德國外長安娜林·納布爾伯克 在聯合國合武禁礦條約會議上警告說 台灣約遭中共入侵 德國將提供支持 我們正在聯邦議院制定一項新的對華政策 7國集團外長3號公開聲明說 中共沒有任何理由利用佩洛西訪問作為在台灣海峽進行侵略性軍事活動的藉口 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心健良4號召開記者會指出 他以致電向中共駐日大使孔元又表達抗議 要求立即停止軍演? 澳洲外交部長黃英然也譴責中共 這些演習是破壞穩定的 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主席 胡亂德斯 該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李斯 於一份書面聲明中批評 中共不應該抱有任何錯誤的幻想? 認為這些軍事演習會削弱美國或其他地方的決心? 或者認為這樣將削弱我們與台灣人民站在一起的承諾 以及他們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 這樣做的結果剛好是相反的 上月初剛對台灣進行訪問的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議員斯科特 也發表聲明稱 沒有美國人會被習近平嚇到? 也不會允許他的威脅削弱我們支持台灣民主 人太安全的決心 這是我對習近平和共軍的信息 這些行動只會為你帶領難堪 和全世界的譴責 好,我來講一下 昂烏戰爭爆發後 民主國家警覺到獨裁者發動戰爭的危機 這次中共軍演將使西方國家更加團結 美國正積極部署 印太戰略揭制和圍堵中共 包含美日軍事同盟 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機制 四方安全對話 五眼聯盟等 這些背後的本質其實就是民主對抗專制 除了各國譴責中共之外 也有專家揭露共軍導彈部隊的問題 台灣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揭縱 向自由亞洲電台分析兩個缺失 第一個缺失是 每波導彈發射的間隔都不算短 最長是43分鐘 那不符合中共自己要求實彈化訓練 飛彈間隔時間越短越好 比如要攻擊港內軍艦 兩個飛彈彈隔30分鐘 國軍不就可以趕快來說 地面車輛30分鐘也可以跑很遠 何況如果是戰機 30分鐘已經不知道飛多遠了 那在戰術上應該算是頗為嚴重的錯誤 第二個缺失是 除了重複件發射 後來通過台灣領空外的四枚有產生接近同時彈著的效果 其他五枚都沒有 揭縱對此認為 中共能同時發佈多戰區演習 表示已完成相關計劃 而且從宣布圍台演習 到真正演習已間隔36小時 還出了這麼多狀況 顯然上有不少問題 這兩個缺失暴露出 共軍聯合作戰規劃指揮能力不夠 且部隊戰術水準不夠 接著 今次中共軍演 也讓台灣獲得啟發 除了發展不對稱戰力外 必須維持一定規模的武備 揭縱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 不對稱作戰武器主要指飛彈和水雷 若中共大規模入侵登島 這些武器確實能發揮不錯的效果 不過 國軍平時大多在應付中共灰色地帶衝突 如軍機侵擾等 不太可能以不對稱武器回擊 傳統戰力反而更合適 也比較有彈性 再來我要說的是 以前中共一直以來使用的經濟湖羅伯 來理由台灣走向統一 然後隨著民眾越來越認識到 中共的威脅性後 湖羅伯政策越來越無足輕重 因此中共只能升高全面進攻台灣的武力準備 從今次中共軍演對台動武的意圖很強烈 而且時有共軍機艦跨越海峽中線 就可以觀察到 成為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 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人 盧比奧告訴美國之音 真正的危機 是中共一直都想要統治一群自由的人 他們不想要被共產黨統治 這才是真正的危機 英國軍事專家艾文斯六號對《每日郵報》表示 未來中共要武力侵略台灣 可能有兩套劇本 一個是實施海上封鎖 另一個是兩棲入侵 由於台灣六成多糧食靠進口 所以中共未來攻台時 很可能首先採取海上封鎖 同時為美國及任何試圖突破封鎖的盟友 帶來防禦上的威脅 這樣兩棲入侵方式呢? 阿文斯指出 保守估計共軍要五十萬到一百萬的兵力 還需要有輸送船 包括海軍船艦及民間船隻 規模會超越麥金任何一場兩棲突擊 台灣必須抵擋著中共的首波攻勢 逐步撤退至山區和城市 將共軍捲入長期對抗 然後等著美國介入 為戰爭劃下據點 好,我認為台灣是站在民主和專制對抗的最前沿 意義重大 所以若中共真攻台 美國和日本很可能出手 那是中共免分的地點? 包括台灣東部 巴士海客就可以看得出 將美日可能未來介入遲緩台灣都考慮了 台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忠基接受Epic Times採訪時表示 這種對美台極度挑釁的行為 可以預見未來美中爆發衝突的可能性會更高 美國想透過各種方式解體調中共 避免走到軍事熱戰 但它強調 除非中共體制改變 否則美中中必一戰 美國當然有所準備 根據美國之音7日報道 美軍已展開印太地區的加強部署、魚核潛艇、海軍第三艦隊、第三濱海作戰團、多域特遣部隊等 前美國海軍部副次長塞斯哈羅波西受訪時建議美國馬上採取三項措施 首先,鎮派兩個航母打擊群進入菲律賓海將台灣納入保護範圍 第二,向西太平洋鎮派潛艇與台灣北部和南部建立行定的潛艇境界線 並將可能多的潛艇推進到關島 第三,重建美台防衛司令部 將所有亞太盟友的軍方官員聯繫起來以便戰時協調行動 好,我認為中共欺壓百姓、軍事霸凌、戰狼外交已經惹怒了全球 堪稱國際麻煩製造機 帶給它的只會是翻湧的滅共潮 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針對中共疫情 推特的始創人 前首席執行官傑克多西6號轉推CNN駐北京記者黃思琳 製作的關於中共動態清零的採訪視頻 然後發帖話結束中共 第二個就是針對中共軍演 台灣聯電創辦人曹興誠 5號宣布捐款30億新台幣 協助國軍加強戰備 大家要知道 傷人不無可不容易呀 可見中共多麼讓人痛恨 不過話又趕回來 總加速師那麼努力工作 我們應該要給它大力鼓掌是嗎? 我做個總結 我在節目中講到 共軍在封台軍演中 爽射導彈卻被專家批評 戰術水準低的新聞 還提及中共軍事威脅遭全球譴責 和美中最終可能一戰的消息 並分析了中共越想打台灣 在如今全球的局勢下 終究是推升滅共潮霸了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肯請各位訂閱、分享和點讚 你的支持就是我做好節目的最大動力 也歡迎你在下方留言發表高見 第一時間時評在先 我們下次再見 超這次電視頻 是任何人代表 神經病 神經病 神經病